我看刺蝟一定是沒辦法打下去了 他可能是支持不住了, 刺蝟 比賽再開始 在中場駱兄把球交給隆一 隆一把球踢出 球向刺蝟滾過去 看程型這場比賽可能會射十二碼決勝 上呀 智蝟, 開了個球就跑過去 甚麼? 我智蝟幹甚麼? 智蝟… 智蝟, 原來你還沒人幫你這場比賽 智蝟果然去射球 我肩膀和腿就算碎了, 我也要射球 而且我要射所向無敵的衝力射球 我要射衝力射球 鋒嘯… 智蝟用衝力射球 龍山跳更難止 不過難止不到 好啊 急不急去 我不要在空中成為跨物線 向著孤略一路門衝過去 路門我約木雞, 不知道劍雪螺 能不能進入路門 這球當成路門柱 難怪不能進入這球 衝力射球拿不到斷, 實在太可惜了 你看看 我又這樣 他用衝力射球 哥哥撞進路門柱 再帶回地, 跟著再衝進路門 這次糟了 是3比2 入了, 是3比2 球席出街比賽結束了 再見了, 北方戰士 成功了, 主席 成功了, 太棒了 南球昂派球員大招位 在飛上結束之前五秒鐘 掛出衝力射球 最後以3比2打贏 姑娘的推勒 進入三年連續決賽戰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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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松山 柴偉, 你要振作 勝利者是不可以就這樣跌倒的 松山 柴偉, 我佩服你, 你是可以的 真是想不到一直到最後那一秒鐘 你都不肯放棄這場比賽 還有就是你發出了衝力射球 雖然是被龍門主反彈出來 但還有力量阻撲入龍門 柴偉, 你真是像一個球似的 松山 來, 你要振作 你還要應付明天那場決賽, 知道嗎 智慧… 松山, 謝謝你 糟了, 糟了 糟了 別哭了, 大家站起來 梁長, 我們輸了 我們很應該去答謝 幫我們打電話的在座各位觀眾 沒錯, 是呀, 我們大家去吧 是… 姑娘野隊隊隊員雖然是打輸了這場球 但一樣走去觀眾席 向他們的啦啦隊致謝 這隊球隊是在雪國受過訓練的 不過已經能夠打到這樣的程度 可以說是相當不錯的了 直到最後, 大家都打得這麼好 松山痛 好, 大家排隊, 快點 謝謝各位 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繼續努力… 好, 厲害…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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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松山同學, 雖然你打敗了 你始終是一個偉大的戰士 咦? 你的頭顧是誰的? 是十號 十號是松山的 明天跟南國隊比賽 你們對戴朝偉的衝力射球要特別注意 好, 雖然是遇到龍門柱 是 一樣有旋轉衝力 而且向著龍門衝過去 讓我看看 朝偉, 你真是一個好的球員 上教你了, 正如我所預料的一樣 第三次全國大賽決賽 在南國對東方 是 決定勝負次偉的衝力射球 希望去到歐洲之後有機會見到他跟袁三決鬥 好 松山 你掉了東西 麻煩你 明天的比賽 你們大家要幫次偉手 繼續努力 我們會努力的, 你放心 媽媽 麗子, 你別再哭了 你這樣哭下去 被松山見到也不喜歡的 提起精神吧 麗子 媽媽 媽媽 我知道副娘野隊輸了 不過沒辦法 來吧, 我們要趕去機場 搭今天班機去美國 爸爸在那裡等著我們 這條頭褲 是麗子用了很多心機來做的 真是對不起, 我們輸了給南國 這個號碼 雖然這麼小 但是繡在白布上面 令人覺得很顯眼 你不跟大家說一聲再見 自己就這樣靜靜走得去了 如果我看到她的話 還會更加難過 不過最起碼你也見到松山同學 因為我看到她一定會哭 到時候她一定會笑我哭包 但是你什麼都不說 就這樣走出去不太好 有什麼事?隊長 隊長? 你拿著頭褲子有什麼不妥? 沒有, 沒什麼 麻煩你借給我 隊長 隊長 好 松山同學 對了 麻煩你說說今天比賽的感想, 好嗎 對不起, 我有重要事 下次再談 賴子 重山 重山同學 重山同學 看見到賴子嗎 看見了 他剛才還在 他走了我們就不知道 麻煩你 真奇怪 這麼急去哪兒 走 來… 瑋芝 松山同學 瑋芝, 黎芝她呢 她跟她媽媽剛坐的士去機場 她們馬上坐飛機去美國了 這次糟了, 我真的趕快去 松山同學 松山同學, 瑋芝很喜歡你 你喜歡我? 是那個阿芝 瑋芝 瑋芝, 快點抹乾眼淚吧 瑋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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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瑋芝 別多說了, 快去我的診所 你們快點準備車, 快點 好… 我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了 你還是強行來的 你明天沒辦法可以參加決賽了 你不要怨我才好 醫生, 我不強行來 就不會贏到這場比賽了 假如我今天打輸了的話 明天還怎麼可以參加決賽呢 南國隊無論如何都要贏的 瑋芝 我希望可以參加明天的決賽 醫生, 請你幫幫忙 治好我的肩膀和在手臂的繃帶上 寫上必勝兩個字 那些字是醫生寫上去的嗎 是呀, 沒錯 我暫時還要服藥 你不要再硬來 醫生, 請你幫我在手上寫上必勝兩個字 甚麼? 必勝? 是呀, 今天在比賽的時候 無論如何都要打贏 贏了之後, 我要跟小智強決勝負 但是東方隊的小智強 在這次大賽當中 他完全沒有出場, 為甚麼呢 不過我想小智強在明天決賽的時候 一定會出場的 我在本國這麼久 最大的對手就是小智強 這場比賽會是我跟小智強 在本國在最後決勝負的賽事 好, 既然你下了這麼大的決心 要打贏的 那我就幫你寫上必勝這兩個字 麻煩你 我要跟小智強再鬥過 我早就預料到決賽會是南國對東方 也就是帶刺衛對小智強 不過小智強明天決賽會不會出場呢 猛虎小智強到底會不會發出虎威呢 刺衛遲早會去巴西深挫 到時候本國球隊只有一個人可以交托 這個人就是小智強 反田, 你先回到學校 是 大家明白了吧 好, 記住 回到學校要跟總監交涉 假如總監說明明天不讓小智強參加比賽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會對那場決賽 實行杯葛 你們幹甚麼, 還不回來 是… 刺衛已經爭取到最後決賽 我小智強無論如何一定要出場的 你不捨得這裡的好朋友, 是不是 你不用難過 去到美國自然有很多新朋友 你真的很喜歡哭 去紐約嗎? 來這裡很遠 不過沒辦法, 你爸爸去了那裡 你媽媽一定要跟他 去到美國之後, 每晚你就會習慣下來 再過幾年之後呢 可能再搬回來北海裡 荔枝, 對不起 我是不是說錯了話 我不是有心的, 你原諒我吧 不是呀, 這次完全不關你的事 不知道為甚麼我突然之間很想哭 你說我是不是很怪的 荔枝啊, 荔枝啊 我一向都很喜歡北海道的 我不會忘記富良夜隊的 真的 荔枝, 夏天的全國大賽 你一定會看到的 到時候呢, 你要下來幫我打氣的 我用打贏向你送行 松山同學 是嗎, 原來荔枝決定要走嗎 是呀, 他叫我向大家問候 假如我們贏了的話 他就可以留在這裡多一天了 是不是隊長去了找荔枝啊 我看他追著荔枝的車去了 不過看情形呢, 多數追不到的 老實說, 荔枝對長山同學真是… 他很喜歡他 你不用說, 我們都有這種感覺 看他平時的事就知道了 真是可惜, 隊長經常關著打球 對女生的心意都不知道 不是呀, 他不知道女生的心意 又怎會去追荔枝呢 說得對呀 金字之虛, 我怕他會追不到荔枝 那就是呀… 他最終沒對重山跟我說出來 送你去機場就不行 但是送你一程就沒問題 真是麻煩你了 對了, 你是不是有重要的事 是呀 雖然我們時常都在一起 但是我們除了踢足球 都沒有聊過其他的事 怎麼回事呢 對不起, 只能夠送到這裡 不要緊, 謝謝你 是呀 我記得, 你時常都在看著我 不過, 我從來沒試過 正面跟你聊過些甚麼 你這次去美國 都沒有跟我說一聲再見 就這樣就走了 是呀 荔枝, 快點 對了, 你有沒有帶護照來 荔枝 草山同學 幸好我趕到來見你 你真的來了 我走得太匆忙了, 所以衣冠不止 我沒有試過這樣的 草山同學 你腿流血了 我幫你抹血 好呀 弄髒你的手印仔 不要緊, 你已經流了很多血 太匆忙了 荔枝, 你這次幫我抹傷口 我想是最後一次了 隊長, 你時常都打得很賣力 所以最容易受傷 你說得我好像很拼命地打 好呀, 你這樣按住他 謝謝你,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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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山, 是不是你突然在機場出現 你哭甚麼, 是你不對 我在球場一起追著你 還一直叫你的名字 你都不發覺就這樣就走了 就在我追你的時候 跌倒才流血 來呀, 你別哭了 草山 求求你別哭了, 我還以為追不到你 真是幸運, 這次在機場見到你 草山, 草山同學 草山同學 你自己要保重 去到之後你要寫信給我 我會馬上回信給你的 荔枝, 這條頭枯 我會好好保留它 很感謝你 爹爹 你真的想要照顧我嗎? 你真的很想要照顧我嗎? 你真的想要照顧我嗎? 睡醒我吧 你現在多說了 你也不會靠我嗎? 我會靠我了 你 vivant 你又來我嗎? 你不用靠我了 你不 tak了嗎? 我沒有靠我 明天的決勝是我們南滑和東方的戰鬥 但ヒューガ君是北爪監督的出場停止 這麽就不可以決定你 我曾經在挑戰你 拜託,ヒューガ君 你也會出場明天的決勝 下一回,Captain翼 猛虎的挑戰場,KICK OFF!